嗨,大家好 这期的视频不是分享我园中的花花草草 而是分享我在希腊Kita 岛上度假看到的花花草草 如果你也感兴趣呢 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和镜头 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炎热干燥的岛上 都有哪些花儿更适合 在这样的气候下生长 在北方种植的同一品种的花 在这个岛上它们长势如何呢 还有带大家感受一下 岛上居民对花儿的热爱和生活的热情 在岛上度假基本上都是陡峭弯曲狭窄的山路 因为我对植物的热爱和好奇 非常感谢此次假期中 家人们一路默默的陪伴和支持 让我走走停停看了个购 拍了个购 TRETA是地中海市气候 介于欧洲温带海洋性气候 与北非热带沙漠气候之间的一种气候类型 年平均降雨量只有640毫米 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有些雨 比如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和南美的智利中部 还有非洲的西南端也都属于这一类气候类型 岛上最适合生长的就是漫山遍野的橄榄树和随处可见的夹竹桃 能在如此贫瘠干枯的环境下生长的绿幼幼的橄榄树 被誉为希腊的国花 象征着淳朴大方与和平 夹竹桃在这里属于低维护的花卉 除了橄榄树外花卉品种中 无论是山间小路旁石头缝里 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 就是这五颜六色特别漂亮的夹竹桃 点缀了整座岛屿 家庭水果种植中 当地居民最爱种植的是葡萄 无论走到哪儿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能看到这一串串诱人的水果 在狭窄的山路中行驶时 常常看到当地居民放置的风箱 有蜂香就有蜂蜜 有蜂蜜那就一定会有蜜蜂 有蜜蜂自然就会有花 这里随处可见的小花 原来是厨房里常备的香料 百里香 百里香在我的菜园里 地摘盆摘都有种 它是一个耐寒耐热低维护 非常皮实的植物 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很好地生长 沿途中被这一大片的金黄色 不知名的野花所吸引 花儿已经开败枯黄 轻轻一碰种子就落地 像这类花如果种植在园中 一定会泛滥成灾 不知是喜还是忧 这是沿途山中看到的最美居民家 被他们家的果果树树花花草草所吸引 如此环境下能把绣球无尽下种植的这么好的 实属少见 不难理解背后付出的都是辛勤的劳动 喜欢绣球的南北花草 种植无尽下绝对没有错 任意修剪新枝老枝都可开花 耐寒耐热通通不是问题哦 这家主人真的很厉害 花儿不但种的好 而且果树更棒 门前这棵灌满牛油果的果树 让人垂涎三尺 想想自家中的那棵 种植在盆里多年 一直苦苦挣扎中求生的状态 只能感叹地球真的太大 在一个海滨小镇看到了一颗红臂麻 臂麻的整颗植株都是好东西 只有它的臂麻籽提炼出来的臂麻毒蛋白 对增核细胞有杀伤力聚毒 所以千万不要务实 往往有毒的植物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这也是岛上居民园中常见的藤本灵霄花 以前我也种植了一棵 因为种长藤少花 所以我就拔了 它是一款长势凶猛 具有侵略性低维护 要用价值的植物 地栽会长得更好 所以不易盆栽 种植前一定要慎重 凡是气候炎热的地方 少不了厚叶片蓄水量大的植物 如仙人掌、龙骨、剑麻、多肉类等等 这棵麻齿线就是其中的一类后叶草花 极其的耐热耐旱 土壤保持干燥 阳光充足 花朵才会越开越旺 所有这类后叶植物 种植上配土比例 杀制土壤 暂比一定要过半 只有保证了排水性能极强的情况下 才可以养好它们 相比之下 这么热的地方 天竹葵的长势就不是很好啦 天竹葵的地方 福山花也叫珠景 在南方地区种植 地栽的普遍都长得非常的好 珠景花的花色多样 有单瓣和丑瓣的 途中甚至看到有两户人家的珠景 长到了三米高 白色巨大的花朵 挂满了整棵树 超美的 可惜没能拍照 以前我也种植过两棵盆栽的珠景 不耐寒的它们能不能熬过冬季是大坎 因为室内种植非常容易长牙虫和染上红蜘蛛 夏季搬出屋外 雨水又太多 阳光少 结果一颗颗的挂了 从此我再也不去触碰它 因为真的很伤感 紫茉莉也叫胭脂花 曾经是我儿时的回忆 那时爱臭美的小姑娘们 常常用它的花瓣当胭脂口红 满脸的乱涂 简单快乐的童年里 有紫茉莉的陪伴真的很美好 这户人家的小院门前摆满了花 万寿局长得不错 可是开拜的天竹葵没有进行花后修剪有点残哦 三角梅在这个岛上是无可挑剔 找不出任何毛病 看不够的花儿 金银花在这个岛上比较少见 种植的人不是很多 山上的路边的小镇上的花儿上完后 带大家看看第二大海滨城市哈尼亚 中世纪的老城居民们 他们又种了些什么花呢 穿梭在像迷宫一样的石子小巷里 是我的最爱 这座老城融合了几个时期统治者的建筑艺术 独特的威尼斯建筑和后来加入的土耳其元素 使得整座小城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遗产 虎赤梅也叫万年赤 北方的花友就不用想啦 因为天气不够热是一定种不好它的 这款花第一次看到不知道叫什么 有知道的花友忘告知 谢谢 这个花朵长条带白的叫小虾花 它的花苞形态有点像小虾 婴儿得名 放在窗台上的这盆四季秋海糖虽然没有花 但是已经长成了艺术品 绿螺放置在妥妥的全阴的角落里 种对的地方 慢悠悠的闲逛中 无意看到了这款喜庆的南方花卉 泡竹红也叫鞭泡花 至于矮牵牛呢 看到很多户人家都有在种 估计太热的原因长势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一次的岛上旅行欣赏到很多我们北方看不到的南方花卉 这一棵是产之墨西哥的脆卢粒 马英丹花色多样 在德北我们常常只能当一年生草花种植 在这里它可以长成多年生的小棺木 种子落地就能自行繁殖 根本不用像我在家那样千叉培育 只要光照月足 它就是一台爆花机器 小巷里的一砖一木一花一草 历史的痕迹岁月的气息 怀旧复古风让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 细细品味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 随便一个旧物件 看似随意的摆设和搭配 在这个老城区里 每个角落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看似随意的摆设和搭配 感谢观看似随意的摆设和搭配 这两个品种的花 如果有知道花名的花有求告知 谢谢 蓝雪花 是北方花有想种却又不敢种的 非常漂亮的花儿 喜欢大水大肥的月季 在岛上种植的人不是很多 也许因为干燥的原因 所以长得也不是特别的好 沿途中还看到过两三颗 只有在亚热带才能见到的鸡蛋花 牵牛花有个毛病 如果养护不当 绿叶就会多过花 无论南方花还是北方花 喜欢就尝试 用心的对待失败也是一种体验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此次旅行中看到了许多同款植物 在不同种植环境下的不同长势 收获丰硕 总结也学习了不少 好了 这期克里特岛花卉的分享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记得支持,点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开心,种花养花 下期的视频分享,回德国后再见啦 谢谢 谢谢